我来加个油 跑了三分之二箱了 这边油价是一块二 一块三左右 一块两毛四 相当于两刀多 终于白天走这里了 看到这个风车 满山遍野都是风车 我现在要朝风车开去 又这是第几次啊 第四次还是第五次路过这个风车了 不过今天是完全的白天 他明白他明白 你给不起 于是我想上你走去 这些风车都好安静啊 是外边一缕风都没有吗 好像转得很慢 是不是 基本没有转 一缕风没有 一丝车也没有 什么玩意 一辆车也没有 这个路上有个草泥板 现在一路下坡 要爬上这座山了 看前面一路到山顶 前面一路到山顶 现在准备开始爬山 只收现金啊 这里 我只收卡 现在到了月亮谷 现在大概只有 只有半个多少时时间可以逛 这里门票是5K 然后它好像里边挺大的 我感觉能逛个三个小时的 但是我就看看吧 看能逛那些精华景点 这里到了月亮谷 这里是没有人的 到这车速变20了 我现在已经在月亮谷里头了 到了第一个景点 叫东南迈 这个地方有两个路线 一个20分钟 一个1小时 我现在决定直接去第二个景点 这个收费的景区 跟外边那个公路景色 其实差不多 我刚才看了一下 那个东南迈 也是其中的 东南好像就是他们的 那个西班牙语沙丘的意思 这可能是一个叫玛雅的沙丘 玛雅是不是大的意思 大沙丘的意思 然后现在是去它那个最最经典的那个山谷的那个场景 然后现在走过了一个叫Mirada Archer's的什么地方 好像就是那个 那个售票大哥跟我说就是好看的那个地方 但是它有一个最精髓的景点好像是还有三公里 我看 然后那个地方我准备开车开到那然后再往回走 三公里现在没人我可以开快一点 然后那个地方是我看是大家评论最多的一个地方 我现在还有多少时间啊 最多还有半个小时 这咋玩啊 这两边像月球表面吗 有点像那个大烟火 我现在到了它最后一个景点 叫3 Mario's三个马里奥 就劲儿吧 去拍个照 应该就直接就拍个照就完事 这里就是3 Mario's 3 Mario's 酒热 旁边倒是有一些 小像这种啊 很荒凉的那种感觉 我的车停在那边 有点像那种 人猿星球里边那个拍摄场景有没有 看人猿星球在哪拍的 第一个景面 3 Mario's 应该摆着什么姿势吗 这个景点还好喜欢这个景点 到这就结束了 这里是3 Mari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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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晒呀 没来几抹防晒 然后感觉最美的景点应该是第二站 那个叫什么 那个沙丘后面的那一站 那个大哥说 这个地方叫 Mirada Arches 感觉没什么好看的呀 这边是沙丘了 我不知道这个步道多远 不会是他说的一个小时的吧 不会是他说的一个小时的吧 我的体力啊跟不上了 就要说实话 不如我昨天晚上看西洋那里美 哎呀妈呀 他是走沙子 一对美国黑人开破跟我说 这是一个一小时的步道 他们已经放弃了 我就爬到那儿 我估计我5分钟能爬到 主要这个路很难走 都是沙子 走一步退半步 爬到那个顶上看一眼 没什么风景就算了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的脚下 这边稍微好一点 沙子稍微浅一点 感觉这个 除非是那个山谷要走很久 才能看到那个最精彩的地方 不然我感觉是不是有点名副七十 名不副十了 天哪 看这个速度什么时候能走 我要蹬顶了 同志们 不要走 哇 那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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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远 他们走到那边 走不了走不了 哇好凉快 他们一般把这个叫 登顶的帽窝 登顶的奖励 是山顶的美景 这边是山顶的 然後那邊,那個山坡是沿山那邊 那邊就是,山坡是泰山坡的 那邊可能是沿山坡是沿山坡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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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的步道啊 刚才就从这爬上来 现在我在犹豫去不去那个沙丘 感觉那个沙丘来不及了 这样吧 我给沙丘10分钟时间 看一下走到哪算到哪 哇 又是这种沙子路 太难爬了 我把车停那边了 往上走一下 看一下 感觉风景应该差不多 拍一个这个沙丘得了 然后 顶上这里 我拐过前面那个弯看一下 来呀 累呀 行了 太难走了 这沙子 这上面走好多很多 是这条路吗 这里是月亮谷第一个靠点 这个沙丘 太难爬了这里 而且这个路不知道有多长 一眼望不到头 我决定放弃了 一下身情舒畅 我进来了 我进来了 完美 我操这个路是真的烂了 不过前面就到了 这最后一段 我自己的车我都心疼了 这个挺贵的啊 这边门票30k 35k 还交了2k的手续费 把车停在前面的停车场 然后他说走5分钟就走到温泉了 San Pedro最大的温泉 Paritama 来看 现在是2点40 然后有一个小时可以泡温泉吧 赶快去泡一步 然后开车走 这是走5分钟吗 都看不到尽头 哇 这温泉也太大了吧 漫山遍野的温泉啊 这有点远啊 不能开车下来吗 感觉会很晒 今天其实超热的 我不知道泡温泉会不会感觉 被热欲冤过去了 这是我最后一个景点了 在这儿 泡完我就赶快开车去机场了 这是第一个池子 跟我那个也挺像的啊 跟我那个野池子 我现在去先去探索一下 我已经换好衣服了 据说有七个池子还是八个池子 这边的更衣室 柜子是没锁的 我把那个值钱的东西都带身上 然后不知钱的都扔在那个 一个贵子就扔营室里了 哇 先我牵手 走到头儿然后再开始泡 我想想啊 八个池子 一个池子五分钟 四十分钟搞定 完美 看一下这个池子 看看我们走上海的路 这里面是有一个池子 这池子还挺大啊 泡了一波 等会儿等会儿 先往前走啊 我是说先走到头儿来着吗 不是 第二个池子 第三个池子 哇 人好多啊 第三个池子 啊 这里还有个小小池 有点像Monnington的感觉啊 依上而见的 第三个 第四个池子看到了 第四个池子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里 有个小瀑布的感觉 第五个池子是个小小的 然后也有小瀑布 五个来了 哇 看这里好像在穿越一样 回家经过了五个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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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个池子 都好小啊 都好小啊 到尽头了 这里是 第七个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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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泡啊 现在 这个水温不是特别特别热 大概有个 二十六七度的感觉 好多人 好多人啊 这是最下游的池子 如果从上游往下游数的话 这个是第七个池子 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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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世外桃源 这边这个角度不错 从这里可以看到后边的山 这是第七处温泉 时间紧迫 我是好难 哇哇哇好冷啊 一出来好冷 哦都水别忘了 我现在去第六处温泉 可以看到背后的那个山 这里是温泉的尽头了 这里是第六处温泉 我们下去吧 有台阶的啊 哦这里是比较深的 温泉的前景 这里是第六处温泉 温泉的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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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没有人踢到我 撑的温泉 会 horas 哇,頭髮都倒失掉了 這裡是第六吹人城 海角度,an野天,氣氏 海角度,海角度,南角度 海角度,海角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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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里好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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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